很多人說蔣萬是連勝文2.0 說現在參選過在鏡頭前變得越來越不正常 好像都在扮演你 我想如果政治是表演工作的話 必須強調一點蔣萬不是一個演員 因為他是我個人認為現在最適合台北市的一個候選人 真正能夠掌握台北市未來發展脈動 也了解市民需求的人 那麼我相信我做不好的地方他都會做好 我們沒有表現好的地方 他也會表現的都比我們好這一點我有信心 念陳時中說他認為國民黨參選台北市長 最佳的候選其實是馬英九 請問您也選過台北市長 就像我講我一直認為萬安應該是 現在這個階段最適合台北市的一個候選人 他幫民眾服務實實在在的做了很多年的 國會議員的工作 也真正了解市民的需求 那他年輕充滿了活力 那我相信也能掌握未來台北市整個城市發展的脈動 從以前到現在來看呢 他講完到底會不會是一個最好市長 那要等他做完才知道 他現在還沒有開始做 不過候選人來講我當然覺得他現在就是最適合台北市的需求 也最了解市民的需求 最能夠掌握社會未來發展脈動的一個候選人 他明天要告陳時中疫苗毒質 被說是羊若虎口 然後綠營批評說這個是告自己招委的決議 你說羊若虎口是陳時中是羊是嗎 我想他完全不是羊 他是羊 這個鄧凌羊票跑得很快的一個人 我想這樣子 這個陳時中是不是肚子 我認為這個全台北市絕大多數的人 應該認為他在這方面做的問題很大 全台北市我相信多數的人應該都不太描意他的這個防疫的表現 所以這個問題我相信交給台北市民做出裁判 這個是最好的方法